好 这是有了这么一个流程 有了这么一个流程的话 然后咱们怎么去做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做的是前后端分离 所以作为前后端分离的时候 咱们的这个项目开发的过程当中 怎么去开发呢 我们先来去扮演后端工程师的一个角色 这相当于我在去扮演后端的时候 我基本不去考虑你前端代码怎么去写 反正你不是向我索取资源吗 我就按照后端的方式 来去把资源给你生成 给你返回 生成完成之后 我们回过头来 咱们缺少前端工程师 所以咱们再来去扮演 前端那个角色 去把刚才咱们写的后端再调起来 这跟之前你在第一个项目当中就不一样了 第一个项目当中的话 你是不是前端后端一起去写的 一会写下前端 一会写下后端 然后相对应的 你还把模板的还混合着去写 那我们在这里的话 就是分开来做的 一个一个来去写 然后咱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就先来去写后端 先来去写后端的话 我实际上是不是要先把这个 对应的服务器的这样一个链接 给你定出来 对吧 好了 咱们先把对应的后端的这个东西 我们给你定出来 那咱们给你放到哪呢 我们要放到这个后端的接口 API 而且是第一个版本 1-0当中了 所以我给你放到API 1-0当中 来去做 我现在以小模块的方式来进行划分 比如说我现在去建立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当中 去专门存放验证码的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现在存放的是图片验证码 一会儿还会要去实现短信验证码 所以我把这两个过程都给你放到一个文件当中 来接使用 比如说我把它叫做verify code 就是专门验证码的东西 咱们往这里面去写 这时候的上面那个coding的东西 大家养成习惯了 你只要去写python2的版本 上面这个编码声明就必须要去写 python3不用去写 python2是必须要去写的 这是关于这样的东西 一定养成这个习惯 然后紧接下来 我们再来去看一下相对应的 我们在这里面去定义完成之后的话 然后咱们是不是相当于 我要去定义试图函数的时候 还得去使用这个蓝图的那个对象 所以咱们去引入一下 那当前的蓝图是API里面的东西 所以当中可以从哪上 可以使用相对路径 可以从点当中引入谁 引入API那个蓝图的对象 会创通点的方式相当于 我以这个verify的code出发 找到了当前包里面的 一层门件里面的API这东西 我把它找到 找到之后呢 相当于从点的方式导入蓝图对象 导入蓝图对象之后 那我接下来去定义对应的试图了 比如说现在这个试图是什么东西呢 你是前端在向我索取对应的图片 验证码吧 那我把它叫做get image code 比如说叫做图片验证码 放到这儿 这是前端去获取 咱们把它放到这儿 这是获取 获取图片验证码 放到这儿 那放到这儿之后 刚才我们的返回值 咱们是不是已经去写过了 咱们的返回值 是不是最终只要返回图片就可以了 所以返回的话是 返回的是验证码图片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 然后呢 咱们先把它碰到这儿 碰到这儿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路由 那这个路由 我们是得定义出来呀 API里面的 rote 然后往下去写 往下去写的时候呢 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像 Jungle当中 你一开始刚摄取到 外面后端的时候呢 你可以随便去建议 你说呢 你现在要去获取 后端的编写码 那你把路径 就可能显示 叫做emage code吧 就叫emage code 就做成这样方式了 做成这样方式之后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 你定义出来 这样的一种东西呢 就是你随心所欲去定的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说了 我们再去做 前后端分离的时候呢 就是说对于后端来说 我们就可以按照 一种约定来去写 不是随心所欲的 去定义这样的 一个接口路由 而是说 我们按照一种规范来做 那这个规范是哪个规范呢 这个规范就是我们 给大家去引出来的 关于在课件当中的 另外的最后的一本 就是restable这个风格了 所以咱们现在呢 来去简单的去介绍一下 这个read的风格 那关于这个restable 这个风格的话 是什么东西呢 你要注意 它不是标准 不是强制性的东西 你在后端定义的时候呢 你可以随心所欲去做 但是呢 我们通常情况下 都可以把它做得更规范一些 可以按照某种约定 大家自己习惯成熟的来去做 那这种规定呢 指的就是这个read风格了 所以呢 它是一种推荐的风范 然后呢 这个风格的话 是一个博士在2000年 在他的博士论文当中 自己提出来的 那这种规范的话 它的名字 rest 只是一个英文单词的 这样缩写 指的叫做 翻译过来的就是 具象状态传输 或者叫做表现层状态转换 那这个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 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的话 咱们来去看一眼 咱们最直白的来去说 最直白来说的话 read风格代表什么意思呢 它去规范了一下 我们在去定义后端路径的时候 究竟怎么去定义的 那咱们之前在定义后端的 这个路径的时候呢 通常情况下 会把这个路径 我不要代表的是什么逻辑 我就按照什么逻辑来去写 你比如说 就相当于 会仿照一下 你之前在去做这个电商的当中 可能会涉及到商品的东西吧 涉及到商品的话 那对于这个商品 你可能叫做boost 所以紧接下来 对于这个商品的资源 你可能要去做什么东西呢 你可能要是说 涉及到增判改查了 涉及到增判改查是所有逻辑 你可能说 对于这个增加的话 我可能是添加了一个商品 好了 我定义出来一个路径 对于试图呢 这个路径就是addboost 这是增加 然后呢 紧接下来你说的 我还可能要更新 就是说改变这商品资源 那我又是定义出试图 这个试图的话 对应的这样一个路径 叫做updateboost 这是我可能又写出来的 然后呢 还有对应的 比如说删除 好了 那可能再写出来一个 对应的路径 叫做deleteboost 然后呢 对应查询 我可能还写了一个 叫做getboost 我可能对应于一个 商品的这样一个资源 我定义出来了四个 对应的增判改查逻辑 所以呢 我就写了四个ul 这是关于我们之前 习惯用途去做的 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这个reft风格的话 他就觉得你这样的习惯 不太友好 为什么不太友好呢 经过我们刚才的分析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把它后端当中 就作为这样的前后端分离之后的话 后端服务器 你去想 它最终做的工作 对根到底做什么工作 是查询数据库 或者是修改数据 或者增加数据 然后呢 把这数据返回给前端吧 对吧 关于页面的展示 是不是跟你不关心了 所以就相当于 你后端的这个接口 无非来说 无论你做什么工作 操作的都是数据 那数据是什么东西呢 数据在他认为 就是一种资源了 所以就相当于 你最终后端的接口来说 反映出来的 就是一种资源 而对于你前端来说 在访问接口的时候呢 无非是对应于 这个资源的四种操作吧 增判改查的四种操作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那你在后端定义的时候呢 虽然是四种逻辑 只要这四种逻辑 反映出来的 都是同样一个资源的话 好了 那你就尽量怎么去做呢 你就别给他定义四个路径了 你就只给他定义出来 一个路径就可以了 你反映操作的东西 不就是商品资源吗 好了 那你定义的路径 就叫做商品资源 那商品资源定义完之后的话 那我如何去区分 你前端想要增加这数据 还是删除这数据 还是查询数据呢 那你在路径当中 已经反映出来了 他意思是相当于 路径当中 不要再出现这样的动词了 而是仅仅反映出来的名词 反映出来 你操作的到底是哪个资源 那对于他的操作 怎么反映出来呢 我们已经知道了 HTP的话 是不是有众多的请求方式啊 对吧 HTP的请求方式 那HTP的请求方式当中 我们知道有哪些啊 有get 然后呢 还有post吧 那除了这两种 还有put 还有delete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它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 是不是正好跟你的 登山改查对应上了 所以就相当于 好了 有了这个资源之后的话 如果你想要去 获取这个资源的话 那你怎么办呢 你访问这个路径 只不过你在访问的时候呢 以谁呢 以get的请求方式 来进行获取 那它对应的 就相当于是查询 查询 然后呢 如果你想要去 在后端当中 创建一份资源 保存一份资源的话 保存一份资源 那怎么办呢 你就以post方式 来进行访问 然后呢 你所想要修改的话 你以put的方式 请访问 如果想删除的话 你以get的方式 来进行访问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对应于四种操作 我现在是不是也是通过 这个四个请求方式 给你区分开了呀 对吧 所以归根到底 说白了 最简单的一句话 就是说 REIT风格 就是建议我们 按照这样的方式 去定义 后端的十足接口 所以我们说了 它就是一种规范 这个规范 最值班的印象 说完之后 咱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一些细节操作 它还会提供 哪些更细节操作呢 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 它究竟给我们 去提供了什么东西呢 我们再去说 这个细节之前 再来去说一下 它为什么叫做 表现层的状态转换呢 表现层指的什么东西呢 表现层指的就是 那个资源的东西了 这个资源的话 代表的是某种数据 这个数据呢 可能是对应的一种文件 也可能是对应的某些数据 那你的数据在去表现的时候呢 可能对应的是 以表面页面 资源的方式在展现 也可能是阶层格式 也可能是图片 也可能是插埋格式 代表是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呢 这个状态转换 就是什么意思呢 对应的是 这个表现出来的这个数据 你最终要设计到增山改查了 增山改查当中 通过哪样方式来去 表示对应它的操作呢 就对应的是请求方式了 所以它把这样的一种概念呢 就叫做表现层的状态转换 所有对应的单词呢 就是REST的 那么通常把它叫做REST 然后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它对应的东西呢 给你设置出来哪些规范呢 首先就是说 你在后端当中 不是定义出来这样的接口 专门用来去提供数据吗 提供这些数据的话 那你好了 你所有的所有资源的这些接口呢 你尽量都给它统一 放到一个子的一个路径之下 那是放到哪个下呢 就可以采用的 像我们之前给他说的 你尽量把你提供资源的 这些接口呢 都放到API 这样的路径之下 代表呢 接下来 凡是以API开头的那些路径呢 反映出来的 都是去提供数据的 这么样的后端接口了 所以这是关键点 所以你现在回回来看一下 我们昨天 为什么把咱们后端的API这个蓝图 在定义注册者的时候呢 要给你去写上一个 以谁呢 以API给你开头呢 就是遵循了它这个约定 我们要去写出来的 这个蓝图里面 通通的全是向 遵照它的约定 去给你提供数据的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放到一个 斜线API之下 这是关键点 但是他说了 你除了可以采用这种方式之外 如果你的网站 还有独立域名的运作的话 那你也可以把这个API的东西呢 放到哪呢 放到顶级域名上面前面来 就相当于你在访问的时候呢 不一定飞的都是 3w.某些域名.com 而是说 如果你对应的就是后端视图的话 那你把后端视图的 所有的这些 这个路径的这个域名 对应到哪呢 对应到API.你的网站.com 这两种方式 哪种方式都可以 这是他的个约定 接下来 大家来看一下 他还要做什么约定呢 就像我们昨天跟大家说过的 你后端当中的这个接口 一旦写完成之后的话 随着你版本的演进 可能要有2.0的版本 3.0的版本 4.0的版本 然后呢 我们在中常情况下 你后端的接口当中 历史版本是要保留下来的 不是说你一旦升级到2.0版本之后 立即就把1.0版本删除掉了 因为很有可能你对应的前端当初的APP 它还没有升级到 对接到你的2.0的版本的 它还可能在一定的历史记当中 还得去访问你1.0的后端接口呢 所以你1.0版本 很可能跟2.0版本有共存周期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 就相当于刚才我们所说的 我们在去蓝图的时候呢 给你放到API.1.0 这是关于只放1.0的 然后呢 还可能有API.2.0的这个蓝图 那相对应的他就说了 你尽量也把版本号 反映到路径当中 别人一再去获取你资源的时候呢 就知道 我访问的是哪个对应的版本的资源 你可以放到1.0 1.0 都放到这儿 所以你先来看一下 那我们再去放这个蓝图的时候 是不是也这么去做的 就把这个版本也给你放到API之后 这代表是1.0的这个版本 然后这里面说完成周图的话 那接下来再对应的就是路径的这样的资源了 路径的资源呢 刚才我们给大家也说过了 你最终在定义试图的时候呢 你的路径里面 现在呢 就不要再去出现动词了 别说是获取资源的话 get构词 挣扎的话 在add 把名词 把动词出现在你的路径当中 你的路径里面 仅仅只反映出来的是资源 这是关于这样的 然后呢 对于这个资源的请求方式的话 我们在课程当中也写了 你get的代表是获取资源 然后呢 post的代表是创电数据 然后呢 who的代表是更新 delete代表是删除 你通过adp的这样的动词 请求方式来进行区分 这是关于这样的 然后呢 请我们看一下 还有一些细节操作 一些什么样的细节操作呢 那你比如说 他给我们一个规范就是 当你再去保存一份资源的时候呢 你那个名 那个在路径里面的名词 尽量出现的就是 辅数了 相当于他建议你是 这样的出现幅数 代表是说 创建出来一个 这样的一份资源 然后呢 你在去查询的时候 是不是就分为两种了 有些时候你想要查询 就比如说商品吧 你有些时候想要去查询的是 某个特定ID的商品吧 对吧 如果你想要去查询 特定ID的商品的话 怎么办呢 现在去反映出来一个 商品的资源的名字 放到这儿 然后呢 你想要获取的到底是 编号为1的 还是2的商品呢 你就以斜线来分割 把ID放到后面来 你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去查询 如果你在后面当中的话 你的路径当中 没有再包含 这样的一个斜线ID的话 那他认为 你在相当返回的时候呢 要返回什么东西呢 返回的就是说 所有的商品资源了 就相当于是 你返回商品的 所有资源 还是单个的话 是通过在路径当中 以斜线来去分割的 他是按照这样的方式 来听建议的 那你在更新的时候 是不是也按照相同方式了 你更新的时候 你很可能要去更新 特定的商品 那好了 就以斜线的方式 把ID放到这儿 删除的话 也是以斜线分割 把ID放到这儿 这是关于这样一件操作 然后呢 警战上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有些时候 对于谁呢 对于地下地的增删改 还好说 但是查询呢 查询的时候的话 我是不是很有可能 要去限制一下 我的查询条件呀 比如说 我仅仅如果想要去 获取所有商品 获取所有商品的话 就像当前 咱们在这个 按家租房产当中 我想要去获取所有的房子 想要获取所有房子的话 情况下 我昨天在给大家 分析需求的时候 实际说了 有可能得根据城区 有可能得进行排序 还有可能得根据 那个起始时间 跟结束时间吧 那这些过滤条件 也是前端 给我返回后端 要求我后端 按照特定条件 来进过滤 那这些过滤条件 放到哪儿呢 因为这个过滤条件 仅仅是你在获取资源 那个描述信息了 所以它的话放到哪儿呢 以问号来分割 然后呢 放到查询字符串当中 就相当于 你现在要会获取一组商品 然后呢 你如果仅要去获取 前十条的话 问号后面 离米的十 然后呢 如果想要去从第几条 往后偏写的话 加上偏一辆 然后呢 如果想要去获取第几页 配置放在这儿 每页容量是多少 如果你还有一些 其他的过滤条件 比如说排序呀 比如说其他的程序议息呀 那你统统的就是以问号的方式 放到查询字符串当中来 来去描述 在去查询这个资源的时候 按照哪个方式来进行过滤 这是关于这样的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它给我们提供这种约翻之后的话 是不是基本反映了 我们在后端当中所做的所有需求啊 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们反映出来了 所以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式 来进行规范 然后呢 紧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对应的状态码呢 就是说他不仅约定了我们在定义试图的时候 别人怎么访问我们 还约定了我们在试图当中究竟怎么返回 那我们在后端当中如何进行返回的时候的话 REST的风格当中就约定了 你后端当中不是要有呈现出来状态吗 对应着那些逻辑 那好了 你尽量的就去利用谁呢 你尽量就去利用HTTP的状态码来进行对应 比如说如果你前端向你去要求什么东西呢 要求是说你前端要让你去创建一份资源的话 那你好了 这时候你要去返回什么东西呢 你可以去返回200或者是201 代表就是说你后端当中呢 是正确的去处理这样的请求 那对应的话 比如说这200什么东西呢 200对应的是你这个查询操作 如果你对应的是像这个 像对应的是这个保存数据和更新数据的话 那你去返回201 代表呢 是说我已经成功的去保存的数据或者修改的数据 这是关于这样的 然后呢 那其他的查询的话 你可以返回200 代表我后端成功的受理 如果出现了其他问题的话 你比如说用户如果没有全线访问的话 那你尽量返回4011 然后呢 如果前端给你发问请求的话 参数出现问题的话 那你返回40400 然后呢 如果是进准访问的话 403 没有的话 返回404 就相当于是对应的 所有你后端对应前端的错误 你尽量都是以这样的状态码来进行返回的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但是在这样一点上面来说的话 我们说了 有些在后端接口再进行实现的时候呢 前端都是按照他的风格做的 但是后端的话 就不一定非的都按照REST的风格来给我们建议的 你非的强制的是拿状态码来进行返回的 也可以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来返回呢 就相当于我们在给大家去讲那个图书案例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返回的 无论出没出错 我们可以返回的状态码是200呀 然后呢 在返回的那个具体的阶层报文当中 我们是不是做了一个code字段呀 在code字段来反映出来 到底是参数缺少了 还是数据库错误啊 还是其他错误 那么样返回呀 那样返回也是可以的 那你现在去想一下 什么东西呢 我们在给你 在讲微信接口的时候 微信接口的时候 我们去访问微信的那个东西 那个微信的话 他怎么给返回的 他微信返回的话 在哪个地方呢 比如说我们要去获取网页授权吧 获取网页授权的话 你现在来看一下 他告诉我们了 你先访问哪个网址 再访问哪个网址 那你看一下 在访问这个网址的情况下 他怎么返回的 他返回的状态码 如果成功的话 返回阶层数据 如果错误的话 还返回阶层数据 也就是说 他无论是成功 还是买书通工的 都是返回200状态码 然后呢 就跟我们一样的方式 如果错的话 他在错误的状态码当中 在错误的返回值当中 包含了error code 来描述错误信息的 所以呢 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 现在呢 都是一种并层的状态 你采用哪种都可以 那我们在咱们的项目当中的话 咱们采用哪种呢 咱们采用第二种方式 也就是说 咱们采用之前 大家写的图书案例 或者相当于 这个微信的这样的状态 在通通的都返回200状态码 然后呢 在具体的返回值当中 去写具体的错误信息 这是关于这样一年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然后呢 接下来才说了 那你无论是哪一种返回值的话 他就建议我们 如果一旦是后端 出了错误的情况下 尽量的 你要在你的后端的 返回的讲用值当中 把你的错误信息描述出来 尽量的把你错误信息描述清楚 这是关于这一点 然后呢 接下来再来去看一下 那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的东西就是说 关于返回值了 关于在返回值的时候呢 他建议我们 尽量你在返回数据的时候呢 以Json的方式返回数据 尽量避免去使用XML格式的方式 来去表现数据 这是关于这样一年 那通通呢 关于这个REST风格的 一个基本介绍 咱们就说完了 所以你现在再来去提一下 什么是REST风格的 是不是就是关于 你在后端的接口 究竟怎么定义的一种规范呀 一种风格啊 是REST风格的一种规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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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REST风格的一种规范呀